不交之道顾眼不见了 也出来找 当他路过一间茶楼时 忽然心口闷闷的疼痛 怎么了 感觉这里很熟悉 应该是顾眼来过 在那个方向 我知道在哪了 我骑马先过去 顾长青是你 唐人 这笔账 我会找你算的 真是见了鬼 怎么顾长青会赶来这里 这小子说是定安侯的儿子 那倒还真是 可顾长青不是指认自己两个一母同胞的弟弟吗 即是在一个基地的死活了 不就是一个狐狸精的儿子 你不也很讨厌他们吗 不如把他给我 我替你管教 如果我是你 就连一逃出京城 再也不要回来 若再从前顾长青这么威胁他 唐人或许还会忌惮一二 可如今 他叔叔是天下兵马大元帅 他也被提拔做了副将军 顾长青一个小小的虎山都尉 还不够给他三牙缝的 他也不怕顾长青会去告状 这件事固然是他有错 可若真传出去了 损害的就是这小少年的名声 顾长青没有再在唐明这里浪费时间 他抱着顾眼离开了这里 谁干的 唐人 你不认识 唐佳人 没错 第二天 虎山大营的士兵已完成晨起的操练 正浩浩荡荡的列阵在操场之上 那几个人怎么站的 歪歪斜斜的 连站都不能站了吗 军营要这种废物何用 那那么笔挺的站姿还嫌不够呢 这是在挑刺了 这个方阵都是原先的顾家军 顾老侯爷早些年 与天下兵马大元帅不对付 顾家军收编到他麾下后 有些将军看人下菜 给了顾家军不少难堪 旁边的都散了 那队人留下来 继续给我站着 站到我满意了为止 说 那些人一站就是一早上 直到比武开始 什么情况 顾都卫怎么上场了 这是顾长青第一次上擂台 他迎着风 气势如虹 许久都没人赶上去 于是顾长青开始点名 他点的第一个名字 就是唐明的手下富豪 之后 顾长青又一口气点了十七八个 全是唐明的麾下 全被一招秒成渣 唐明要是再看不出来 顾长青是在故意针对 他就说不过去了 这就是唐副将 带出来的兵吗 不过而 承认吧 你其实是嫉妒我 嫉妒我做了副将 一下子骑到了你头上 什么位积地报仇 我想了想 你顾长青不是这么 凶有地功的人 顾长青 你找死呀 我说过 别打他主意 我会杀了你 唐明突然意识到 顾长青是认真的 他似乎明白 他为何这么做了 顾长青是在羞辱他 因为他羞辱了顾眼 所以顾长青要让他十倍 百倍地藏回来 你疯了 你就不怕你要给我赔命 住手 唐明早已虚脱得无法动弹 对一个武将来说 在擂台上被人如此灵虐 与普通人被压在身下泄完 也没什么区别 叔叔 他又杀我 顾都尉不知道比武的规矩吗 不得伤人性命 他是人吗 他罚了顾家救部的事 的确是他过分严厉 但你若因此就要许他性命 只怕更过分的人失礼 杀了他 杀了他 杀了他替我报仇 且慢 多日不见 唐大人别来无恙 看来唐大人最近吃了不少油水啊 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俸禄太高了吗 都做大元帅了 就不要成天愁眉苦脸了吗 你看你这文又多了 唐岳山气坏了 什么叫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就是了 说起来他也冤枉了 他唐岳山年轻时也曾是个美男子好吗 如今却发福成中年油腻大叔了 再看宣平侯 二十年前长这样 二十年过去 他还长这样 气人不气人 还不快下来 你孙子挺有种啊 当着我的面就敢下次喊少 今夜不出此次 难消我心头之恨 闪开 不然把帅连你一起杀 老侯爷当然明白 唐岳山不是在吓唬他 唐岳山西下无子 唐明作为他唯一的者 是他从小捧在掌心里的人 唐大人 这里是军营 你在军营杀人 不好吧 来人 把顾都尉送去刑房 稍后 本帅会亲自审理 是 他伤了名 本帅不会放过他的 老夫也不会让任何人冤枉老夫的孙婉 这是在告诉唐岳山 他休想在审讯的过程中动手脚 知道了 审讯时本侯会在场的 不过 你最好还是弄清楚顾都尉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我会的 跪下 为什么这么冲动 谁给了你胆子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残害唐明的 方才若不是我与宣平侯拦着 你已经被唐岳山杀了 您老实交代 到底因为什么 真的是唐明苛代了曾经的顾家军 这是老侯爷一手带大的孙子 究竟什么品性老侯爷还是了解的 进入虎山大营时 老侯爷千叮宁万主妇 切不可意气用事 这几年顾长青一直严格遵守他的叮嘱 你是和唐明有思愿吗 你翅膀硬了 不将我这个祖父放在眼里 是不是 问你话了 祖父就当时有思愿吧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思愿 顾长青不会说 涉及到顾眼的名声 他一个字也不会说 说不出来 是吗 那你就是不顾行动 目无君记 信不信我罚你 你可知错 我没有错 最终 老侯爷也没问住一个字来 沉着脸离开了 晚上 顾成风换上夜行衣 戴上面具 悄无声息的离开了侯府 老侠 老侠 是很正常的东西 我珊锣